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說一說太豐 這個Uptown East 其實它整個外套已經很英俊 還有一個叫做護形的玻璃牆 可以做一些3D後果 我們先看看官網究竟說什麼 我跟客人說它是屬於彩虹站的 因為它走過去7分鐘左右 事實上很多客人跟我說 它的位置真的挺吊詭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又不是接近九龍灣 又不是接近彩虹 又不是接近啟德 說得好聽點叫做三邊會進 不要聽點叫做三邊不走腳 但在我角度來說 它都屬於一個東九龍市區盤 以這個價錢在整個區來說 應該沒得比 你想想九龍灣現在那些 三十幾年樓賣12,000-13,000一呎 這裡都是13,000-14,000-16,000 高層的全新樓賣給你 相當舒服 如果你說有的比較那些 賣官同站的海匯 那邊就應該二手借價17,000-17,000-17,000-18,000-18,000-20,000-40,000-30,000-50,000-25,000-60,000-60,000-60,000-50,000-60,000-60,000-50,000-50,0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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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0,000-60,000 在九龍灣那邊上班 一就是走到啟德那邊上班 相當方便 如果你買來收租這邊 不休的 一定有班打工仔 或者老闆住在這邊 老闆未必會住在這邊 老闆會住在啟德那邊 很大機會 那這邊就被打工仔住 那些九龍灣的人就湧過來這邊 有些人覺得 它是很近過觀塘道 那條高速公路很吵 其實香港樓大部分都吵 現在建築技術 這麼進步都是用IGO玻璃去封 其實不錯的 匯所那邊我自己挺欣賞 它有2萬呎的匯所 基本上還有一個空中的匯所 這是很少發展商願意做的 空中匯所 你建一些樓還好 怎麼可能建空中匯所 但是這個就是反其道而行 建空中匯所 空中匯所通常都是頂級豪宅才會做的項目 而這個它也有給你 這個是很驚訝的 而且它的風格來說 都是可以接受到的 如果它做一個這麼漂亮的匯所 你可以想一下管理費一定是貴的 正常理由管理費5元一呎 這個整個大廈外形 它就兩座 然後有玻璃幕牆 然後這邊就一個空中匯所 你看到很好吃 下面這個就是防火層 防火層上面就是匯所 好正 上面還有一些特色戶 特色戶那邊我沒有研究 它普通分層戶其實很漂亮 它都是開一些大職 雖然它是有些開放式 去到一房那些小職 但是最主打兩房或者三房 你看到下面就是商場 然後再推上去就是住宅層的平台 然後就是住宅 再推上去就是空中匯所 再推上去就是特色層 相當漂亮的 你可以看看另外那邊 最主要這邊就是東北那邊 就看回食見美遊樂場 還有飛鵝山的 那其實外立面都是玻璃幕牆 相當漂亮的 這個一定是成為一個地標 型格商場 新式的型格商場 它這個就是住宅的模擬圖 其實挺漂亮的 一個大的老台 然後就客飯廳 當然這些是模擬圖 示範單位到時我們再看 看看它的實質用料是怎樣 或者手工那邊都是好看師傅的 還有這部最主要是去哪呢 一就是去觀塘九龍灣和啟德 基本上半小時三樓 可以吃的東西、玩的東西、買的東西 什麼都有 然後Exactly位置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這個位置 這條大馬路來的 車出車入比較猛些 那這裡就是石見美的遊樂場 再往上就是飛鶴山 那這邊就是彩虹站 就大概是這個位置 走過去這樣繞過去 7分鐘左右 然後這邊就是東九龍文化中心 就是觀塘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九龍灣 再向這邊就是啟德體育園 發展商就叫黃新興 它最主要就是紡織起家 以前就做商業的 住宅就是它第一項目 拍賣新世界 新世界幫它賣的 然後我們看看高空圖和平面圖 說一說它會形分佈 你會看到兩座 紫色那邊就有些開放式 大概200多尺 藍色那些就是一房 300多尺 綠色那些兩房的開放式廚房 就有400多尺 然後市場比較少見的 就是那些緊廚的廚房就500多尺 這裡都有 然後再大一點就是600多尺 連米的工人房 至於三房就很稀有 整個盤的三房 要去到第29樓才會有 它會轉職 600多尺連米一個小小的平台 這樣就叫特色單位 大職那些三房就是那些橙色 700多尺 全部都是靚的方位 700多尺那些三房 未出過價錢 所以不知道 然後再上去第20樓 就是特色樓層1400尺 這些如果買自己用 其實可以的 尤其是去到40樓那麼高 你看的景觀是很開的 還有它是用橫聽的 嘩 真是好殺食 然後最大的單位就是 41樓 打上那些3415尺 複色那些單位 這些單位就連同天台 基本上是招標貨 或者現樓那時候才會賣 我們不要說這些 我們最主要就是 普通分層 普通分層 就是29到39樓 就是700多尺的三房 如果想買三房一定是高層那些 那到時它賣什麼價 我猜應該是萬六元起步 去到萬八兩萬元都有機會 那就不會像現在萬四元清場 那這件事就看回發展商加價的 輔導 乞客制 如果以景觀來說 我們看回 最入的景觀就是 往平石村這邊 都是去彩虹理智站 看獅子山這邊 之後那些景觀都OK 尤其是向東北位 就往平石的遊樂場 都一片翠綠 再遠就看著飛鵝山 然後最美的景觀就是 向南 看著整個啟德的體育園 或者整個維港海 當然要高層 因為前面有個禮精花園頂著你 高層少少OK的 那就會網穿這邊 往南的單位比較顧忌 就是一個觀塘道的高速公路 這條路就挺吵 它應該會用的玻璃會好少少 因為大單位都在這邊 其他問題就沒什麼問題 最主要都是抽籤 抽籤 抽籤很麻煩 我預計大約一萬個遊戲 祝大家好運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再見